爱很美味正在我额热播 张涵韵饰演的芳心 经历了失婚后重返职场 自然细腻的演技获得了许多好评 在我们的专访间 他分享了拍摄这部戏时的感受 还有对角色的理解 马上跟头雕军一起去听一听 腾讯视频BigBong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涵韵 由张涵韵主演的都市爱情 廖玉剧爱很美味 已经在我额读家上线了 真是接地气的情节 颜值演技都在线的主演 再加上超正的三观 绝对值得一看 快来专访间 领取女主张涵韵 在线头位的案例吧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 有公主病但是没有公主命的 失婚家庭妇女在就业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叫芳心 当时我非常渴望接这个角色 但一开始 团队告诉我的是说 他们在犹豫 就是因为他有失婚嘛 然后年纪呢 也比我以前接到过的角色要大 因为可能之前 比较多的都是可爱的 然后甜美的那样的角色 所以一开始他们很犹豫 我知道的时候 我看到剧本的时候 第一刻就告诉他们 就黄霖的那一句 第一反应就是 去 他很可爱 一开始我还有点害怕和紧张 因为导演很有才华 我觉得他可能是高智商类的人群 他对于他自己的创作 他很有想法 而且他也门亲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也是有一点担心说 我的表演经验 或者是我的创作能不能配合上他的步调和审美 但是我发现他优秀的点在于 他真的非常呵护演员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跟他在一个频率 他会用他的方式 用他的才华 用他的智慧 慢下来 然后帮助你 然后一起来达成一个共识 然后去完成它 工作起来非常的安心 非常的放松和舒适 哦 好容易长胖 很难以控制体重 每天都在外卖软件上 犹豫到底要点哪家 还有就是犹豫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软件删了 因为四川是我的家乡嘛 所以他们来了之后 我其实有很殷勤的跟他们推荐 说这家好吃那家好吃 但我发现另外两位姐姐 他们都其实挺克制的 像王菊 他其实是健身达人 而且他身材练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经常有在相约说 健身房约一下 然后像淳 他也是 他平时吃东西很克制 就是有一些什么 比如碳水啊 或者是有时候吃多了 他就会觉得说 最近我要少吃点 我觉得都是很有自制力的 两位姐姐 相比之下 我就一直在反复的跳 我觉得我像冬瓜两边倒 就是我会忍很久 但是如果到一个临界点 我觉得最近真的很累 然后我就会奖励自己一下 暴饮暴食个一两天 然后又开始很痛彻心扉 然后就开始比较极致的去控制 就可能一点碳水 一点糖都不吃 我们戏里面就是有一个特色 是我曾经没有遇到过的 就这个剧组 他们的道具都特别好吃 因为导演对于美食方面是很认真的 导演对于我们戏里面的食物 然后他的口味 他的色香味 都要求就是一定要到达很高的标准的要求 所以他又很好吃 然后他又很好看 然后就很讲究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剧组 大家喊咖了之后 别的剧组是收工了 收工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在吃道具 然后摄影师 然后演员副导演 然后道具老师 灯光老师 然后全部就 所以我没办法说 像之前控制的那么严格 因为你该吃的时候 你就是认真吃 后来我也不纠结了 就你该享受就享受吧 甚至还有把今天没吃完的道具带回家 布朗尼 他们会特意帮我多留言 因为都知道我爱吃 太宠演员了 这个组 虽然我之前生活中 其实看带货这些不太多 但是因为有接触到一些 像李佳琪 他们也去上过他们的直播 然后也刻意地去做功课的时候 观察了一下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上手 一般我带货都一条过 我都很差 一说导演 他们说他们很想下单 很想现场立刻就下单 从30岁这个坎开始变化挺大的 就是一开始 因为爸妈那一代人 他们就一直会觉得 到现在我妈妈还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女人一定要有家庭 然后有归宿 然后最终你老了以后 才会有伴啊 怎么样的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吧 然后我也在身体力行地去告诉妈妈 就是可以变化一下了你的思想 因为现在很多实际的状况就是 可能也有好朋友 他们结了婚 然后又两个人又分开了 可能有的人还带着孩子 就这个是现在挺正常的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女性的独立 就他们越来越意识到 我们不需要依托和依附任何人 如果我们能者多劳嘛 有这个能力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更多一点的能力 就是我还可以养活小孩子 对 如果说这个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也不需要气馁和感到自己 好像很苦或者很心酸 有挺多现在的女性 让我感觉对他们另眼相看 就是他们都挺强大的 女性的力量 反正我现在是这样 我觉得婚姻不是必须的 我觉得这个要跟另外一半商量好 我个人是觉得无所谓 就是公开也行 不公开也无所谓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说 这是我的工作 我是演员 是歌手 但是我不是所谓的明星 我觉得那个词 把人定义的太抽象了 然后也很容易让别人误会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完美的词 他的责任和他的定义太高了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高尚 对 我也是俗人 对 只是说 当你有这份社会责任感的时候 就是我们尽可能地去做 对社会 对一些年轻人 给予他们更多正面的引导 我觉得比较真实 就是我最喜欢这个剧本的原因是 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 他每一个女孩子都有bug 就是我们的无论是角色设定 还是性格当中的设定 然后生活的接地气的部分 他就是很真实 我很喜欢这样 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个主角光环 然后那我觉得在演起来的时候 你在投入或者是你在思考观众的 跟你在对话的同时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真诚的交代 其实我觉得艺人的经历 可能很多人都会看得见 但其实你落实到更多的大众的生活当中 同龄女性当中 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很好的一个刻画 可能在我之前 我觉得我看到的这种内容不太多 然后但是我也有跟我们剧组同样的渴望 就是把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看到的 然后女性或者同龄人的职场 或者感情生活当中的这些 当下的很实在的问题 然后把它表达出来 这也是我们作为演员的意义吧 觉得还挺有意义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最后的结局 也是没有拍死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问题 它是没有答案的 你只有自己去经历 或者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所以它很真实 然后觉得不需要告诉大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而是希望更多渴望在当中 有共同感受的观众 我们一起来参与到讨论 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我觉得可能小时候甜美的偶像剧什么看得多了 而且或者是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不需要 我觉得反而不完美才是真实 没有结局才是结局 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咱们会是什么样 看人生的机遇 其实唱歌我一直都在唱歌 然后也是我从小喜欢唱歌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中 可能唱片行业的低迷 然后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么优秀 或者也还没开窍 所以那个过程中 你可能想要去参与 但是它未必有那么好的机会 像演戏也是这样 我以前刚开始演戏的时候 也觉得自己好像不太能做这个事情 也曾经想过放弃 但是好像你人生经历着经历着 然后你再回归到演员的时候 那人生的经历 苦或者甜 又会在你演员的这个工作上 给予你一些经验和指引 所以 好像就是坚持比较重要吧 我从小就是一个 你谁也别想束缚我 不是 我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所以请大家也不要担心 就是每一个人的第一件事情 是对自己的人生负好责 然后再去关注别人 但关注不是束缚和掌控 所以希望大家理智地去看待演员 而不是把我们当作完美无缺的神 或者明星这样 演技越来越好 思想也越来越成熟的张海韵 可真是太迷人了 听小花姐姐一学话 剩读十年书案有没有 喜欢她支持她的话 就快来腾讯视频追爱恨美威吧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是不是觉得一游未尽呢 那就赶紧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腾讯视频娱乐 这里有更多的娱乐资讯 等着你们的翻牌 想要拿福利的瓜友们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在腾讯新闻客户端参与 请你免费看电影和话题 就可以获得电影票 不要冷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还是老地方见 拜拜